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云端白板里面的这个 从云端硬碟下载资料的程式 基本上动作就跟我刚刚讲一样 发布到网络 只是发布的部分 因为它这个功能一直推陈出行 本来只能发布网页的 后来才有 CSV 它好像功能越来越多 所以以前只能发布网页的话 你就用网页的方式抓 现在有 CSV 我建议用 CSV 为什么?因为网页相对它下载的速度比较慢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一堆有的没的东西 而且当然 CSV 它的结构也比较简单 所以抓的速度至少可以快好几倍 所以建议用 CSV 我们刚刚的话就录制那个 CSV 录制的方法就这样 它一样嘛,所以这个我大概简单的做个部分流程给各位 第一个我是建议先开一个空白的一个工作表 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录制剧情 然后把这个给输入名称叫更新资料 CSV 把它盖过去 然后基本上就做刚刚的动作 一资料里面的从文字档 二的话就是把刚刚那个网址 那个网址在这里 把它刚刚发布 发布到网络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再把它发布 CSV 然后这个 CSV 这个把它复制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它的结构还蛮有趣的 后面等于 CSV 后面如果改成别的名称 好像就自动可以改发布成别的东西了 另外底下好像有一些设定 还可以停止发布 不过这个基本功能大概就这样 内签大概OK 里面好像有个功能 就是内容有变动的时候自动发布 这个一定要打勾 不过理论上你不会把它取 取消的话就是 如果你更新了 它就不会同步再重新发布 OK 但是它有秒差 你更新完之后 它不会马上更新 它可能会等个好几秒钟 这之前我试过 甚至等了好几分钟它才更新成功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把刚刚的网址 直接贴到哪里 档案名称 也就是说有点像 把网路上面的那个位置 当成是一个档案 它自动去抓 你把它直接恢复就可以了 就把这个刚刚的动作 一步一步的做 关键地方应该是这个地方 这个不要改 因为它抓到的正确 下一步 然后这个的话 只要逗号 不过上面这边要打勾 有标题 下一步 这个打勾斗点 下一步 直接完成就可以了 确定 这样的话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把资料抓下来了 然后再把它停止录制 你可以看到VBA 里面就长这样子 它就会是一个什么 更新资料的CSV 其实基本上上面的注解可以拿掉 最大的关键 其实就是利用一个物件叫ActiveSuite 你有没有看到刚刚用过吗 目前所在的工作表 点QueryTable 特别主要是用QueryTable这个物件 QueryTable它顾名实义 Query是查询 Table的话是表格 不过它不只是只能用在网页上的表格 它可以抓档案 像CSV这种表格 因为豆点把它当分格符号 这个也OK 然后Add是增加一个 Connection是连线 连到哪里呢 连到这个位置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的位置在这里 有没有 就这一串 所以未来 假如说 你要再去抓另外一个档案的话 你把这个改过就可以了 你不用重新录制 前面的话因为是文字 从文字档案 所以Test 然后放在哪里 放在A1的位置 有没有Distination 特别主要 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要再让它跑一次的话 确定OK的话 你会发现 有一行会卡住这一行 Command Type 有没有 这一行记得把它删掉就好 Command Type删掉 再执行 底下应该就OK了 有没有 就OK了 所以理论上 目前录制完 它就具备有可以下载档案的这个功能 另外 另外其实 有些地方 现在城市这么多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删掉 哪些可以删掉 印象中 这个不能删 Pattern Form 这个是编码方式 如果你删掉它就变乱码 好没有 然后其他这些我印象中这都可以删掉 然后还有哪些可以删掉 这些应该都可以 Command 这个Command 是斗点 这个要留 其他这些不用 这个应该不用 那底下这个Array 这个是哪些栏位要 1的话是要 9的话是不要 所以这一个Space 这个也可以删掉 然后这一行我印象中也可以把它删掉 留这几行就可以了 把它执行 我看一下 理论上这些不需要的 刚刚那些多余的把它删掉 我看执行会不会OK 也OK 有没有 所以其实理论上 这个就Final的精简版 一样我也把它贴到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做完的话 本来录下来是这么多 但其实可以精简 所以底下我可以把它贴一个精简版 待会我会注记一下 再来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再加一个什么 清除旧资料 清除旧资料非常简单 你就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叫做 整个资料 整个工作表就是Sales Sales就指的是这个工作表里面所有的储存格 我们之前会加刮壶 刮壶是说哪一个栏 哪一个列 如果你不加的话 你再点什么 点里面的资料把它Clear Clear意思说清除所有的东西的话 意思说如果我跑这个程式之前 先把这里面的资料先删掉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要先清掉 Sales Clear 清掉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从网路上帮我抓下来 大概两三秒钟 应该还可以接受 End with 跳离 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就已经把更新的动作写完了 可是问题来了 我有没有办法就说以后呢 我这些先把它删掉了 以后如果说我希望当什么 当我的这个工作簿打开的时候 直接就更新这个资料 就删掉旧的下载新的的话 你可以把程式写在哪里 List Workbook 这个是这个工作表 打点两下 然后呢 点这个Workbook 这个地方 意思说当这个Workbook 工作簿就已是有档案 怎么样呢 打开的时候 Open 做什么事呢 很简单 Call一下 刚刚那个叫什么 更新资料 我叫CSV 嘿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 所以 如果 再试一下 理论上 你看这个 直接执行一下 所以把它这样 Clear掉 再下载 1 2 3 3秒钟左右 OK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把它存档 那一定要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启用聚集火业铺 你刚刚那个 List Workbook 好像是写在苏扭里面的 就是你看 看一下 这应该只要写在上面 所以我可能写在这边 写在苏扭那边 写错了 所以如果等下我打开 应该是不OK的 所以应该是写在哪 写在这一个 如果你写错位置的话 它也不会有格 写在这边 好 所以这边这个把它上掉 这个不用 OK 然后把它储存 如果我把它储存之后的话 否一下 一定要 启用聚集火业铺 否则它不会Walk 然后我把它取名称 跟这边加一个2好了 OK 那我再把它关起来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 看能不能完成 这个我把它存挡起来 这个启动 一定要启用 有没有发现 轻跳 下展 不过好像卡有点久一点 OK 有没有 所以 如果再下一次关掉 然后再把它打开 再下一次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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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如果将来 我们的资料 假如在四算表里面 如果我有变动 比如说现在2000多笔 太多了 我也许把它砍一下 或者是把它变动 那你会发现 我打开之后 里面的资料 也会跟着变动 先这样看 改一个 改这个 比较明显 比如说改什么 我第一笔资料 本来是菜头 我把它改成 都是小米好了 比如说这样 这都改成小米 好 改动了 什么时候会发布 你会发现 它不会马上 好像有个秒差 所以 如果我这个地方 把它储存 然后我再去开一墙 确定一下 它应该没那么快 但之前遇过 大概就是隔隔几分钟之后 它才会更新 OK 欸 有没有更新了 更新了 可是有感觉吗 好像没什么感觉 有没有 所以打开 就更新了 对 所以 这个好处就是 反正以后你是要放云端 然后你再打开之后就更新了 对 这蛮好的 对 以后的话就 不知不觉 新资料就出来了 新资料 那就有新的报表 新的结果 OK 如果你要做什么查冰系统 查冰系统 你只要更新 总表的资料就好了 那查到一定是最新的 不然的话 如果你又更新了 然后跟人家讲说 我打开要重新寄给你 然后你要一个新的版本 那会很麻烦吗 所以我再把重点 跟各位提示一下 一 就是利用刚刚的这个 把从文字档 录制聚集 二的话 你就是再到那个 所谓的VBA里面 录完之后 记得律师或不可 把它call一下就可以了 我做完的程式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可以到云端上面 我要把刚刚写的 这个是没有精简的 干脆我把它弄精简 精简之后的话 大概程式就会比较简短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